宗教原理 宗教原理是一个跨不同宗教的题目 它涉及的领域很广 涉及到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 印度教 索罗亚斯德教等等 一听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我们从哪里下手呢 凡是从大处着眼的事情 我们都从小处着手 我们就从什么是宗教谈起 什么是宗教呢 其实 想准确的定义宗教是不可能的 信仰 神 主义 凡此种种 其实都是宗教领域的课题 我们想像字典一样 去准确的定义什么是宗教 用一系列的特点 概念 本质来限定它 是非常难的 因为它的外在表现太多样性了 而且宗教又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主观的东西 当你定义了佛教以后 一定会有佛教徒坚决反对你的定义 基督教依然 即使在一个宗教里 分歧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无从准确的定义宗教 那我们怎么讲这个课 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宗教 因为宗教总是通过一个 只有我们能观察的形式体现出来 即一个人群共同体的行动 换言之 我们可以从宗教的具体行动的本身 去考察它的意义 首先 有一个毫无争议的史实 所有的宗教都起源于巫术 巫术是个中性词 不带贬义或者宝义的倾向 这些巫术 跟原始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 跟你要的是一样的 就是此事的幸福 圣经《生命记》里说 使你可以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地上得以长久 这个简单而纯朴的目的 就是宗教和巫术最初的目的 但是它怎么做到呢 履行宗教或者巫术 所要求人们的行动 那就做到了 最典型的行动就叫献祭 值得注意的是 宗教和巫术在它们诞生之初 其指向性没有任何出世性 是完全现实的 跟出世没有任何关系 从目的来看 人类遵从宗教和巫术的要求 是完全理性的 为了目的而行动 一个理性行为 这在最初的巫术仪式上 特别如此 比如 求雨啊 驱除瘟疫啊 等等 理性在驱动 目的性非常的清晰 巫术并非凭空而来啊 它其实是遵循一种经验法则 假定 这个自然界万事万物之间都有关联 就是这种经验的认识 所有的事物之间有关联 而基于某种因果关系 一种方法就可能对应出一种结果 这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经验判断 都有因果关系 原因 结果 一种方法 一种结果 比如 钻木可以取火 那 特定的巫术行为 是否也就可以让上天降雨呢 对吧 它们有因果联系 这是一种经验性推理 是最初的宗教推理逻辑 我们之所以说宗教和巫术的诞生 是理性的 是因为它们的行为和思考 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 而且它们的目的都是一种明确的 跟经济性时效挂钩的目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下雨 是为了长庄稼 为了有好收成 去病 是为了有劳动力 有更好的收益 它都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性目标 我们 以现代人的角度 回看这些巫术与宗教 我们就可以分辨出 它们的那种仪式 和它们想达到的那个目的之间 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 我们今天一看 很扯 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会把它都归入 非理性的范畴 认为巫术 不过是一场狂迷 迷信 或者是魔术 但是别忘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角度 这是人类原初时代 宗教就是这么起源的 宗教的起源 它是理性的 目的是理性的 行为也是理性的 最初采取巫术行为的人 都是理性的 我们还拿钻木取火来举例 钻木取火 不是钻什么东西能夺取火 而且不光要钻木 那个钻的木头 木头与木头之间也有区别 就是它一切的因果联系 也不是凭空联系的 它们都是有要素的 有的木头就可以取火钻了 有的就不可以 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要做的是 找到那块特殊的 可以取火的木头 对吧 就所有的都是木头 就有那么一块特殊 它能取火 怎么在平常的事物 和超凡的现象之间 建立联系呢 或者说 像钻木取火一样 怎么在普通的事物中间 找到那特殊的类型呢 对吧 那么多木头 都是平常的事物 就有的木头钻了 能取火 它就是个超凡的现象 你怎么建立联系 在一大堆石头中 发现有一块 带有能量的神物 你怎么找到的 你又怎么知道 是哪一种舞蹈 哪一种咒语 哪一种仪式 感召了上天 你不知道 你不能 但有人能 它就是巫师 巫师就是那根能着火的木头 是最初拥有超凡能力 或者识别超凡的人 巫师 简单的定义 就是掌握巫术的人 巫术是什么呢 巫术就是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并且 它也来自于一种神秘的力量 它自己神秘 它的来源也神秘 显然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我们怎么去判断 一个人 就是这个巫师 他拥有巫术 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人拥有了巫术 这种出神入化的力量呢 根据最原始的经验 拥有巫术这种能力 要以在天气啊 医疗啊 预言啊 占谱啊 感应啊 这类事情方面 有通灵性 这是拥有巫术的前提 换言之 你起码要有一种预言力 因为像什么 气象啊 占谱啊 感应 这都是一种预言力 在宗教学里头 这种特殊的力 不同常人的超凡的能力 有一个专门的词 称作卡里斯玛 克里斯玛 卡里斯玛 就是巫术 巫师拥有的这种特殊能力 巫师拥有的这个卡里斯玛 克里斯玛 可以指的范围很广 它表达的是某种人格特质 某些人 因为具有了这种特质 这种卡里斯玛 他就被认为是超凡的 超自然的超人 或者最起码 他有普通人所缺乏的某种特殊力量和品质 这个宗教学的这个词比较难理解 就超凡的克里斯玛 超凡的卡里斯玛 我们中国话就很好理解 就是天赋异禀 就是这个人天赋异禀 他就拥有你没有拥有的东西 巫师 他是拥有卡里斯玛的人 他拥有的这种超凡异能的卡里斯玛 克里斯玛 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先天的 一种是后天的 什么意思呢 巫师拥有先天的卡里斯玛 是某一种客体 或本身 生来就有的一种固有性质 就他生来就有 先天拥有卡里斯玛 那这就很厉害了 成为原生性的卡里斯玛 生来如此 注定如此 就是你 这种先天型的卡里斯玛 是无法依靠任何手段获得的能力 生来他就是这样的 而后天的卡里斯玛呢 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我们最普遍遇到 因为后天的卡里斯玛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修炼所得 就是通过修炼可以获得 通过某种不平常的手段 在人或者事物上 人为的就产生出来了 对吧 本来是个普通的时钟 他就变成神石了 这个人是个普通的人 他就获得了这种巫师的 克里斯玛 当然了 也不是人人都能获得 这种后天的天赋的 这种后天型卡里斯玛 被视为是一种觉醒 就是这些人或事物的本身 他们已经蕴含着 某种特殊能力的胚胎 这个胚胎在他的内部 只不过是一直悄悄的潜伏着 等待唤醒 典型的唤醒手段 就是宗教学里的禁欲与修持 通过禁欲与修持 作为一种手段 就可以唤醒你内在的这个胚胎 让你内在的卡里斯玛觉醒 在生活中去做各种善行 也是手段 但是为什么这些手段 就能唤醒你内在潜伏的那种力量呢 一种理性的思考是 这种外在力量 通过种种手段注入了你 外在力量注入你之后 就唤醒了你内在的力量 让你拥有了后天形的克里斯玛 武侠小说里经常讲 吃了一种丹药 或者高手注入了内力 这其实都是巫术型的 克里斯玛唤醒的想象 这种外在力量 注入的思考 在宗教理论演化的最早阶段 孕育出一个理论 叫做恩宠论 恩宠论 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 还有注入的外在力量是什么 恩宠论是指 你格外得到神的恩宠 就为什么是你不是别人 因为你格外得到神的恩宠 那什么注入了你呢 它是将精灵的力量注入了你 唤醒你后天的克里斯玛 这个外在力量 就是精灵的力量 这个想法 今天看是非常的无稽 其实也不无稽 但是几千年前 罗马人 巴比伦人 印度人 没有中国人 无不是为 当然如此 必然如此 非常自然 是一种非常顺的自然思考 这种思考 体现的原初宗教中 强烈的一种自然主义倾向 就是自然主义的取向 就自然如此 在学术上 恩宠注入的理论 恩宠论 属于 泛灵论的 前期 所以 在学术上 称为 前泛灵论 就是 前泛灵论 就是恩宠注入 讲到这里 我们就碰到了 泛灵这个概念 泛 泛泛的泛 什么是泛灵呢 前面 我讲 人类最初的宗教行为 是巫术性的 人们认为某些自然物 人工物 自己做的 或者动物 或者某个人 它具有某种超凡的天赋 克里斯玛 这就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 就是 这种超人天赋的背后 是什么 这种超人天赋的背后 是否隐藏着某种存有者 就是 它背后有存在 你 为什么就能拥有 祈雨这种能力的天赋呢 因为你这个天赋的背后 藏有雨神 而你有祈雨的这种能力 是恩宠注入论 用恩宠注入论的观点看 就是雨神 把他求雨的能力 注入给了你 神的注入 一个神石 一棵神树 或者一个巫师 等等 他们的背后 他们之所以拥有这种神秘的力量 是因为他们的背后 藏有神秘力量的真正操纵者 就是神秘力量的根源 那就是一种精灵 这种精灵 把神秘力量体现在 神石 神术 或者某个巫师身上 这些不过都是精灵操纵的前台木偶而已 这种看法 就是我们说 通过自然物 人工物 他们拥有超凡天赋的Christmas 引发的思考 形成了最初的宗教信仰 精灵信仰 精灵 他通过对普通的事物 或者是人的注入 使他不凡 让他拥有了后天性Christmas的异能 这个前范灵论注入的观点 被后来的很多宗教所吸收 比如后来基督教中的天主教 就是当你的罪已经完全被宽恕之后 那你这个阶段就是等待主恩宠的注入 在这个阶段里 因为在等待恩宠 所以你就生活充实 富足 完全 当然了 这个观点跟基督教的另一派 是激烈冲突的 基督教的另一派 是人因善行而得救 这两种观点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因善行而得救 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 这是一个基于律法主义和伦理主义的逻辑 善与恶因善行 善与恶这是伦理范畴 而得救是什么 它是通过善行累积计算而得救 这是律法主义 就是说你累积了善到一定的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判你得救了 这是一个律法主义 所以因为善行所以得救 这一组因为所以关系 它是说明什么 它是说明人有选择的自由意志 因为善行所以得救 因为你选择所以你得救 基于伦理与律法的关系 那就暗示着你有自由意志 你想怎么选怎么选 而前范灵论的恩宠注入论 跟它一定冲突 因为恩宠注入暗示着 就是你不是别人 恩宠的是你 这就带有强烈的预定论的色彩 在哲学里 自由意志和预定论是完全对立的 所以他们肯定要激烈冲突 基督教的新教 就是我们说后面的 加尔文威斯理 他们也排斥来自前范灵论的恩宠注入的解释 新教把恩宠理解为人神关系的一种机能 精灵信仰里的精灵 他具有神力 但他并非是神 大家记住 精灵就是精灵 他有神力 但他不是神 他也不是鬼 他也不是魔 他也不是灵魂 不是说他叫精灵就是灵魂 他也不是灵魂 在原初人类的看法里 精灵是某种物质的 它为什么是物质的呢 因为你没法去设想什么叫非物质尸体 对吧 那不是我们 我们可以想一下波啊什么的 原始人拿着那个脑子 他们没法去设想非物质尸体 他们认为精灵就是某种物质 虽然是某种物质 但是他又看不见 不是说是物质 我就能看见 我看不见这种物质 它是非人格的 就他不是你人化的 他是非人格的 但是精灵的意志 又具有人格化的不可琢磨 就是精灵做什么 就像人一样 但是又不可琢磨 精灵 他进入到一个实体里面 一个具体的东西里面 比如说一块石头 神石 一把刀 神刀 一棵树 一个人 等等 精灵就把某种特殊的影响力 附加到了这个物上 那这个东西就不烦了 使他不烦 这个精灵并非是长存的 不是说他到了这里头 他永远在这里 他也可能离去 一旦离去 这个神物就恢复普通 本来是把神刀 普通了 巫师也一样 当他拥有超能的 克里斯玛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大巫师 但是 这种克里斯玛 也可能会消失 而这个逃离的精灵呢 他并非说 逃了就无影无踪了 以后就没有了 他可能再次注入到 另一个人的身体里 或其他物理 哎 跳来跳去 跟传染病一样 精灵信仰 无疑是人类最原初的信仰 但是这种信仰啊 它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条件下 在什么类型的社会里头诞生的 我们无从知晓 我们没有资料 你确实不能知晓 我们只能尝试着推测 首先 在这个社会中 要有某些人 拥有巫术性的 克里斯玛资质 对吧 就像钻木取火 这堆木头里 确实有能钻的那木头 能取火的木头 因为这群人里有这种人 有这种巫术性的资质 他就会在族群中 形成一个特殊的团体 就这几个人形成一个团体 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 职业巫术师 就为职业巫术师 打下了这个基础吧 最古老的几种职业之一 我们用原始族群里 一个普通人的观点来看 就是我们就是 那个族群里的一个人 如果我们去看待 我们族群里这种特殊的巫师 那他是什么呢 他应该是一个 持续拥有 克里斯玛这种超凡能力的人 对吧 不是说精灵 今天到他哪 他就今天行 明天他就不行了 他应该持续的拥有 这种超凡的资质 而进一步 他会因为这种能力 或这种预言力 发展成一种独占性的经营 就在部落里形成独占性的经营 他就是专业起语的 他就是专业治病的 就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经营阶层 巫术 他从一开始 其实就是冷静的 而且是理智的 宗教行为 他在人群中的最初的朴素形式 就最初的宗教朴素形式 是什么呢 是一种偶发性的狂迷体验 喝多了 狂迷围着火堆舞蹈音乐 对于巫师来说 这种忘我的狂迷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这种狂迷模式 是表达或者说传达 这种克里斯曼灵力的一种 特殊的主观状态 这个比较抽象 简单的说 就像东北跳大神 大神附体了之后 你就形成了一种忘我的狂迷 这是要传达 你拥有这种特殊能力的 一种主观体现 但是 对于一个持续经营的职业来说 就是你这个部落里的职业巫师 你要持续的经营 那么狂迷只能是一个 偶发状态的行为 忘我的状态 不过是相对于你理性的去实施巫术 持续的忘我和狂迷 那就不是巫师了 对吧 那是神经病 忘我 只不过是相对于理性实施巫术来说的 在日常生活里 我们也能偶尔的体验到什么叫忘我与狂迷 人类会利用酒精啊 麻醉药品啊 烟草啊 来达到这种难以言说的沉醉 达到这种忘我的境界 音乐和舞蹈 也是为了宗教的目的 被有意识的引入了 因为它们有助于达到狂迷的目的 巫师们找到并且应用了各种各样 让人达到忘我的方式 仪式化的 音乐化的 麻醉化的 各种各样的 最后发展成为系统的巫师技巧 在所有的有历史渊源的宗教里 巫师技巧无一例外的 最后都发展成了密教和密法 巫师们通过技巧 让人处于狂迷状态 在此基础上 施加进一步的影响力 让人达到种种自我意识 脱离自我肉体的感觉 什么意思呢 就换言之 巫师通过巫师技巧 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精神 正在自己的肉体之外 出离了 这种出离的体验 引发了宗教学上 最为重要的观念之一 灵魂观念 灵魂就像精灵一样 它可能处在自然物之中 或者之外 或者周围 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 比如你睡觉的时候 这个精灵就在旁边 默默的看你 这个灵魂 你失神与忘我的时候 可能正是他出离的时候 而死亡就意味着 灵魂的永远离去 灵魂与事物之间 是如何连接的 是隐藏其中 还是在其背后 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的看法 也提出了种种连接方式 但灵魂不在 我们这一段的讨论范畴里 我们还是要回来 讲精灵信仰 有一点可以肯定 精灵是可以驻留 在具体对象之中的 或者围绕他周围 精灵会对事物与人 产生一种持续性 和排他性的影响 这是精灵力量的两个属性 就是对事物的影响 具有持续性与排他性 当然 也有民族和宗教认为 有的精灵能突破这种限制 就是突破排他性限制 在一个事物的内部 同时驻留两个精灵 他们之间互相斗争 就像善与恶一样 当精灵 占有了某种事物 和对象的内在的时候 他就会对这种对象 和事物的行为 产生决定性的支配力量 这种观念 就叫梵灵论 就宗教学上的梵灵论 就是这个意思 精灵控制了你 并且对你产生 决定性支配力量 就叫梵灵 精灵暂时将自身附着于事物 可以是动物 可以是植物 可以是人 对这个事物 施加持续性的影响 可以驻留在任何事物上 梵灵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驻留 这一理念 如果进一步的抽象化 就是对精灵的行为 进一步的抽象化 可以认为 精灵遵从一种规则 这种规则 是他自身特制决定的 就是他隐形的存在 借助具体的对象 来表达他象征化的目的 人类对精灵的认识 一直处在两种概念之间 始终摇摆 处在一个两极里 其中一极 是抽象化的精灵 就是一个不可见的精灵 就是物质的 不可见的 对事物产生决定性 支配力量的 这种抽象精灵概念 而另一极 是自然精灵 就是说 精灵控制的 那个前台木偶 我们也视为精灵 比如神石 神术 神奇动物 就是被形象化 和象征化的那种精灵 可见的 在对精灵的两极看法之间 一极 就是我们说可见的这些神术 这属于自然主义精灵 自然主义倾向精灵 而另一端 认为它是一种抽象的 遵从某种规则的 不可见的概念 这是一个精灵概念 这是一个抽象规则 在它们两者之间 两端之间 有很多过度的 混合的状态 但不管状态如何 精灵信仰 处于哪一种阶段里头 它都呈现一个 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认为超自然的力量 会介入并且干预人类的命运 就是精灵这种超自然力量 是可以改变一切的 可以改变人类的 换言之 一个人就可以借助精灵力量 影响其自身的外在命运 精灵信仰 它所带有的这种超自然力量 对吧 就影响你外在命运的这种力量 它是有伦理属性的 所谓有伦理属性 是指精灵的神力 它可以用来行善 也可以用来作恶 那行善和作恶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有伦理属性 换言之 精灵也有好坏之分 让你行善 那肯定是好精灵 让你作恶的肯定是坏精灵 对吧 这把刀 有了精灵 它就行善 有的精灵 到这把刀里 这把刀就有邪刀 它就作恶 对吧 精灵好坏 精灵的伦理属性 推动了神的诞生 对精灵的神力 这种好坏一分 那好精灵是什么 就是神 那坏精灵是什么 就是魔 在宗教萌芽的早期 精灵信仰 推动了神魔观念的形成 但在这个阶段里 神与魔 这二者都没有人格化 甚至连名字可能都没有 只是一种抽象 就这种精灵力量 就是神的精灵力量 那种就是魔的精灵力量 连名字都没有 只是抽象 不确定 而且这个时候 神与魔也不是永存不朽的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神这个宗教里最重要的概念 它不是自古就有的 它是通过精灵力量逐步抽象 逐步抽象形成的 当精灵力量形成了伦理性之后 推动了神魔形成 最初 神也只是被认为 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而已 就是抽象 只是力量 它只体现在一个具体过程里 就是发生了某件事 在这个过程里的时候 这个力量才能体现 在这个阶段的神 德国的乌杰尼尔说 叫做瞬间之神 是最初神的概念 叫瞬间之神 除非这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同样的过程再次发生 这个神力再次显现 否则根本不会有人记得 至于神 被抽象出来到人格化 或者非人格化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最初只在过程中体现它的力量 那么 这些神的名字 是哪来的呢 就我们现在说 有那么多那么多神 那神的名字是哪来的呢 元初时代的人类 对神没有取名字 没有取什么特别的名字 有一个简单的称呼 就是按他支配的事项来称呼 就这个原则 就是说你能控制雨 我叫你雨神 你能控制火 我叫你火神 控制风叫风神 叫事项神 这是人类最初对神的命名原则 事项神 你干什么事 我就命名你什么神 人格化为一个具体的神 就是说给这个事项变成一个火神 比如火神 换了一个名字 阿尼斯 人格化为一个带有名字的具体神 这个原因呢 是跟古代历史有关的 在古代部落战争的时候 这些部落有一些死去的伟大英雄 这些部落认为自己已经逝去的那些伟大英雄 为部落里遗留下来了某种力量 因而被部落视为神 所以他们在作战的时候 就呼唤自己那些伟大先祖的名字 借以借助他们的力量 唤醒他们遗留的那些力量 借以唤醒这种神力 就推动了神正式被命名的过程 懂了吧 神就是这么被命名的 就是有个人名就是这么来的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啊 所有的事情相传 只能是口耳相传 口耳相传这种事呢 几个世代之后 那来源就很不清楚了啊 一是不清晰 二是就七传八传就没有准了 因此这些神最初被定一个名字 他定名的意义 在我们后来是无法弄清的 原来可能是指一个具体的事项 比如齐宇 他就转化成某一个神的固定名字 也可能是这个部落的先祖 他这名字就被用作神的名字 这些过程 在部落流传的神话里 就逐渐的得以强化 将纯粹的神性的名字 他具有这种神力的这种名称 转换成一个人名 一个神格化的英雄的人名 这一刻真正的神才诞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